歡迎收看電玩材素朋友 我是主持人比喻 大家還記得在去年的 12 月 熱天堂舉辦了 Switch 的獨立遊戲發布會嗎 在當時公開了不少的遊戲 即將加入 Switch 的情報喔 而在今天的清晨 熱天堂舉辦了今年的 Switch 獨立遊戲發布會 想知道有哪些強作嗎 一起來看看吧 今年的 India World Showcase 獨立遊戲發布會 一開場就帶來由 阿根廷獨立遊戲開發團隊所製作的 Blue Fire 本作是一款 3D 動作遊戲 玩家需要在各類地圖中跳躍移動並攻擊敵人 而且還要收集礦石 是一款強調操控性的遊戲 之前我們翟蘇佩也介紹過的 Battle 這款受到日系動畫啟發的角色扮演遊戲 也確認會在 Switch 上發行 預計在今年夏天上市 此外還有由無人深空開發團隊 所製作的繪本風冒險遊戲 The Last Can Fire 也會在今年夏天登入 Switch 平台 縱觀來看 今年公開的遊戲作品類型齊全 除了前面介紹過的 像是角色扮演類的 I Am Dead Summer Imara 動作對戰類的量子聯盟 還有結合戰棋跟卡牌的 Feria 續作類型也有逃出地牢 Face or John Eden 2 雖然大部分遊戲都預定在今年夏天才會推出 玩家再等待一下下 應該就可以玩到了唷